是谁定义你的人生 你的故事由你自己创造 谁能预见当今经济局势 就能创造出最好的时代 在于透析经济本质 就是创造 百大创造力的故事 直播趋势凹凸单元 探索一系列产业创新发展的趋势 根据统计 台湾人使用3C产品的时间 高居全球第15名 低头久坐 自视不良 缺乏规律运动习惯 往往导致各种文明病 其实从颈椎到脚踝 人体全身上下 都可能出现骨科疾病 因此如何精准判断病灶 让患者减少走冤网路 就成了医师重要的课题 接下来介绍的这位医师 他创业仅仅5年 就获得患者一致推崇 他的医疗理念及医病关系 成为他最为人称赞的成功之道 今天就让我们来认识这位 骨科良医 陈玉洁 除了常见的数位X光检查之外 我们有全球顶尖的超音波设备 可以精确地判断肌肉 韧带等软组织的病灶 有了正确的诊断 才会有正确的治疗 骨科良医陈玉洁 为民医病砸重金 摆脱肌骨疾患赴安康 这个暗示了肌骨间的认诞 上面可能有一些受伤过的痕迹 他是陈玉洁 一个不断精进自己医术的医师 台大医学系毕业 在高雄长庚医院 完成骨科专科医师的训练 陈医师决心要兼顾医院 高阶仪器的准确 与基层诊所的便利性 可以一站式完成 精准的检查与治疗 对于各式疑难杂症的患者 如何提供最好的医疗品质 是陈玉洁开立诊所的最大使命 我们很重视每个病人 要有足够的检查与治疗时间 因此括号人数是有上限的 不会为了业绩而牺牲掉医疗品质 在本院一次的门诊中 就可以完成理学检查 S光与超音波检查 并且搭配药物或是附件治疗 必要时也可以借由 PRP血小板增生治疗 修复受损的组织 点去矿日费时的检查与治疗流程 提供患者高品质 且方便的就医环境 我就是带着我的那个核磁共振的报告 还有S光的检查来找陈医师 经过了PRP治疗 搭配着超磁场还有雷射的治疗 三个月经过之后 我的症状缓解非常多 PRP血小板增生治疗的原理 就是抽取患者自身的血液 萃取其中的血小板及生长因子 再注射到患部进行组织修复的疗法 这个疗法在台湾算是常见 但浓缩后的血小板相当珍贵 要能够发挥它的效果 就必须先详细检查出患者真正疼痛的原因 再借由超音波导引精准注射到患部 本院采用二次离心的PRP血小板制成 可以从更大量的血液中 萃取出浓度高达7到8倍的血小板 针对疗程完成后 由专人追踪 超过八成患者症状改善一半以上 好 先生让我们下巴先排起来 稍微抬高 医学中心等级的X光机 全球顶尖的超音波设备 再加上陈玉杰医师拥有CIPS国际认证 这个由世界疼痛机构举办的 超音波介入疼痛治疗认证考核 先进的仪器与技术相互加成 令这家诊所成为在地人所信赖的 骨科首选 陈院长带领团队利用各种先进的治疗 诸如PRP血小板增生疗法 扩散及聚焦式振波治疗 超磁场治疗及高能量雷射治疗 让许多做复健无法治好 却又未达到手术标准的顽疾 有了明显的改善 物理治疗的工具非常的多 主要的有三大类 第一个就是我们的仪器治疗 第二大类是我们的徒手治疗 以及第三大类是我们的一个运动治疗 像刚打完PRP 如果患者他立刻进入一个急性发炎 非常不舒服的一个状态 我们可以利用高能量的雷射 也就是像雏通机器人这类的设备 可以立刻缓解不舒服的感觉 PRP打完之后持续来修补 可能会生成额外的一些沾连的问题 我们也可以搭配正波的一个治疗 去除掉它可能潜在有沾连的一个问题 甚至于到后期 患者的状况越来越好 我们可以来搭配一些运动治疗 教他一些居家可以从事的一个运动 我们膝盖伸直的情况下 我们稍微抬高 大概抬低窗面一个拳头高 撑住哦 有点难哦 很好 一 二 三 四 五 好 放下来 这个比较吃力 所以就是15秒 5下就够了 我们精华的就是那5下 那你慢慢每天练 你的大腿会越来越有力 我有试着第一个是PRP缺小板治疗 然后还有正波治疗 还有减痛的雷射治疗 到目前为止有一个蛮大的一个改善 那我很感谢陈医师 就是能够很专业的 很精准的发现我的病灶 然后对症治疗 他们是很用心的 想要让我们变好变健康 台湾有句俗语说 先生源 主人福 先生指医师 主人则指病患 一直遇到对症下药的医师 久病不遇者也能痊愈 虽说找医师靠缘分 但如果每位医师都如同陈玉杰一般 肯花时间仔细寻找病人疼痛的根本原因 服以高阶仪器与先进技术精准治疗 病人再也不用到处逛医院诊所 就让疼痛在此终结 开业五年以来 我每个月至少两次 参加外线市的研讨会 与各方大师以及专家 进行学术上的研讨和交流 互相分享治疗的经验 增进自己所学 最后我们的不断的精益求精 这就是我们陈玉杰苦课的特色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